哈喽,大家好,欢迎收看历姐说电影,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狗科兴被仇人绑架,没曾想却意外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妹的故事。 泰妮自从成为了明星之后,各大电视台都争着要采访她,许多热门的节目和活动也都邀请泰妮来作为贵宾。 这些日程密密麻麻的,激占了泰妮几乎所有的时间,她和小主人落落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,因此泰妮和落落越发地思念起对方来。 而因为剽窃他人音乐成果而跌落神坛的坏狗巴克,看到泰妮这么受欢迎,心中感到十分怨愤。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泰妮,她日日夜夜都想找机会报复泰妮。 这天,她在酒吧里举办说唱比赛,看到了与泰妮生得几乎一模一样的皮皮。 皮皮很有说唱天赋,她的表演异常精彩,整个酒吧的人都为之喝彩,因此皮皮轻松赢得了冠军。 巴克看着皮皮想出了一个卑鄙的计划,她先在泰妮的演唱会现场使用生化武器,臭幼的臭屁赶走了所有人。 然后指使狗分子老罗趁机抓走了孤立无援的泰妮。 之后她找到皮皮,强迫她假装泰妮参加第二届蒙犬好声音,故意搞砸自己的表演,让观众们看到泰妮不再是他们喜爱的蒙犬歌星了。 虽然皮皮很不情愿,但是为了不让更多人受伤,只好勉强同意了。 而老罗的不靠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,泰妮刚被关进去没几分钟,笼子就哒啦一声散架了,泰妮也得以趁机逃跑。 逃出生天的泰妮却遭到一群曾经被皮皮得罪的猫追打,一头雾水的泰妮只得逃跑。 在拐角处遇到了皮皮的三个好哥们,有了好哥们的嫁入,猫老大看到对方呲牙裂嘴,自知战斗力差距悬殊,放下狠话就灰溜溜的撤了。 另一边,巴克发现泰妮逃跑后,派出老罗和赏金猎犬去追赶,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三只流浪狗和泰妮的共同藏身处。 好在流浪狗们早有准备,提前逃走了,老罗和赏金猎犬扑了个空,只好纷纷地烧掉了流浪狗们的犬舍。 看到真心对自己的流浪狗,泰妮说出了真相,他并不是流浪狗的好哥们皮皮,而是被绑架后逃出来的猛犬歌星泰妮,并为自己隐瞒真相的事情道了歉。 而流浪狗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,决定帮助泰妮前往第二届猛犬好声音现场参加比赛,摧毁巴克的阴谋。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,皮皮的良知战胜了对巴克的恐惧。 他告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,自己并不是泰妮,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巴克绑架了泰妮,并威胁自己,毁掉泰妮的演唱。 现场一片哗然,而泰妮的朋友和家人们也终于明白,为什么最近泰妮的行为有些反常。 此时泰妮及时赶到,和皮皮一同站在了舞台中间。 通过泰妮的一番讲述,皮皮惊奇地发现,眼前的大明星泰妮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妹。 在泰妮的要求之下,大家一同演唱了压轴歌曲,并以此成功未免冠军。 泰妮的家人也认为皮皮应当和泰妮一同回家生活,一对歌唱天才姐妹最终幸福团圆。 原来生活真的是一起更好,而另一边,巴克和老罗他们,因为涉嫌绑架,恶意重伤等常常一串犯罪,被渡冰权位们一左一右,夹闸上了警车。 他们将在监狱里受到应有的惩罚,本作是电影《蒙群好声音》的续作,故事继承了第一部温馨而幽默的风格,特效相较于前作更加出众。 这一部不可多得的,是和全家人一起观看的温馨喜剧。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,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,爱你,摸摸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